自由車隊示威這個週末 在包括灰省和亞省等多個省份 繼續展開 龐希倫報導 在灰省、斐巴克市幾個星期前 首次有持續了4天的示威後 今天有第二輪示威 示威者不顧嚴寒及大雪 週末的活動包括演唱會、演說及冥想課程 聲援握泰華示威 斐巴克市警方表示 目前共拘捕3人 在亞省 愛媛頓今天亦是連續第四個週末有車隊示威 造成交通阻塞 是沙省與美國唯一的24小時開放的邊境過界點 今天亦有示威 據報示威涉及60至80部貨車 和多達120部其他車輛 皇家騎警雖然管制公路禁止停車 但亦有民眾允許示威者逗留私人領地責任聚集 按省多倫多及卑斯省低陸平原 今天亦有類似示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